欢迎回来,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现在讲一宗消息就是有关 91岁天主教香港教区荣邮主教陈日君 他在较早前离开香港 去了梵蒂岗出席荣邮教宗本督十六世的丧礼 他昨天在社交媒体出了一篇文 他的题目叫做《吸囚友的信》 他就说,各位囚友 很多日没有跟你们见面 我很关心你们 你们可能很担心我 其实有些人当然很担心这个陈日君 不如现在提醒一些教友 不用担心 这个陈日君尚未蒙主宠召 尚未蒙宠召 陈日君就报告一下他的情况 教宗本督的丧礼对陈日君非常重要 而好像奇迹一样 天主令到他成功可以去到罗马参加 法庭批准警方可以给他拿回护照 航空公司刚刚有一班飞机 可以及时赶上这个桑礼 他就觉得陈日君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就一定要去罗马 去罗马就觉得自己是代表全香港全中国的教友 向教宗本督十六世表示他们的敬爱 当然是阴敬 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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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四天实在是一个奇迹 不单是因为能够参与这个桑礼尼莎 而是这个陈日君竟然可以在尼莎前 測至本督的灵救前面 把头靠近他去悼念 靠住他 不是靠近他 就是把头拉近他 这个陈日君 在本督十六世下葬之后 陈日君又得到一个特别的机会 去圣伯多六大殿的地下 在安放本督灵救的地方 尖养祈祷 这个很厉害 真是感恩能够前往参加 那开心的四天也是很辛苦的四天 出发之前 陈日君已经肩膀发炎了 背部疼痛 双手麻痹 回来之后 十几天一直都在修院做病人 不可能出来探朋友 但是他一直以为 这些问题会逐渐好转康复 结果他的身体情况 是持续恶化的 结果 最初看到这个 我以为他差不多是盟主重召 原来不是 他持续恶化 两只手就肿起来 年初一那晚 呼吸就开始困难 令他想起 2016年 攻击他肺部那种病菌 当时就要留院三星期 他就很紧张 就去医院 很幸运 检查之后 就不是六年前的病菌 那 Ritter Grant 就说 最接近神的男人 他蒙主宠召 就是 真的可以很亲近神的 即是蒙主宠召 不是坐私人飞机可以 即是有些 基督教的牧师 他说 为什么要买私人飞机 要教终捐钱 教终呢 给些钱去买 私人飞机 我和上帝 就可以更加近的了 坐普通的民航行班 哇 全部都是罪人 我不可以和那些罪人 坐同一架飞机 真的这么说 即是美国那些 那些 电视传福音 那些人真的这么说 那你说 那些福音是不是真的是福音 他自己就是福音 即是有些 傻子大量的 扔钱下去给他 可以连私人飞机都买到 当然他也很感谢 医院的修女 和医生 很关心他 那其实 为什么是感谢医院的修女 不是感谢医院的护士 我是不知道 究竟 为什么 这么奇怪 医院是有修女和医生 不是医生和护士吗 医院是 就算我记得这些 私人医院 即是那些 教会背景 都是医生和护士 为什么会有修女 因为有特别服务 提供给陈日军 哈哈哈哈 我是不知道 这个 我只是怀疑 而已 有合理怀疑 为什么会特别 多谢修女 是不是修女 有提供特别的服务 即是令到陈日军 特别舒适 哈哈哈哈 好像是 哈哈 好了 那也多谢Catty Fetch 你的支持 我知道有 芒友人信天猪教 我觉得奇怪而已 其实 没理由特别多谢修女 进行各种检查 检查的话 不是护士医生做的吗 是修女做的 修女也是护士 两样的 就是二合一 又是修女 又是护士 那你说为护士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对不对 好了 还有就是 坚持要彻底 看看这副 九十有多的身体状况如何 他就说 这个陈日军一直留院 所以今天 都不太听到他的消息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 香港最高级的医生 正在照顾他 但是都不知道哪个时候 才可以探望他们 靈魂永远都可以探得到 就算 蒙主宠召之后 他的靈魂都可以探望些囚犯 哈哈哈哈 他说 但是不要忘记 在祈祷之中 我们永远都不会分离的 我会不断为大家祈祷 也会请你们在祈祷里面 记得我 那么呢 在新年开始 不敢祝大家愉快 但是我希望大家平安 那么 天主一定给我们 心中平安 这份恩宠的 那 那 蒙主宠召永远平安 这个是 耶稣降生成日 天主在天 受光荣 主爱的人 在世享平安 祝大家平安 就是这样 这样 那 这个天主在天 受光荣 呢 其实呢 这句说话呢 就是天主教是常常说的 尤其是在圣诞节的时候 这句是常常说的 就是他们的路加福音里面说的 现在我引述一下 因为要持平的 我们要持平的 就是完全不懂的 你都不懂天主教我了 我也懂些 卡拉风多谢你的支持 Raymond鵬也多谢你的支持 天主教的圣经 那里面呢 路加福音 二章十至十四节 天是向牧羊人说 不要害怕 我现在给你报告一个万民的大喜讯 今天 在达味的城里 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主 就是主墨西亚 我告诉你一个记号 你会看到一个BB 用布包住 就躺在马槽那里 忽然 就有一大队天君 和那些天使一起出现 赞颂天主 哇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 这句话是他们的圣经金句 你不要以为 她的荣光 她特别不说 她要说光荣 荣光荣荣是 归乡说的 是不是 她也要说光荣 不行 你要知道 这个阿哥 他是 书姬 他当然要引用一些金句 是不是 天使也会说 不要害怕 你看基督 他是你的救主 不要害怕 只要亲近他 敬爱他 敬崇他 这个真的是 这么写的 这个是天主教圣经 真的这么写的 认识他 所以我就说 敬敬就是这个意思 这些叫做敬崇 就是天主教圣经 真的这么翻译的 好了 也要多谢 Mavrik Wong 你的支持 多谢你 哈哈哈 那 朱永生就说 要借病滞留外国 宣布临河 不会的 你不要以为 每个人都像 许智峰 那么好意气 老实说 陈日君 这个人虽然拿着 透明阿加力膠 籌款箱很开心 但是 这个人比较有意气 这个人 其实是 因为他始终是一个神职人员 就是他要有意气一点 就是他也是 亦都很 阴崇 这个 主耶稣 哈哈哈 一定要说 敬爱 这个阴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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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所以简称就是阴敬 阴崇和敬爱 好了 那来到这里 那就算了 就是这个陈日君的消息 就说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 回来 我们再说其他话题 我不是真的笑他 人家就说 喂你什么笑书姬 没有 真的没有 就是我说回他的情况 给大家听 那么 绝对是关心他的 因为有些网友 是天主教徒 也都关心这个书姬 那么 我都 欣敬他的 我也欣敬他的 好吧 休息一会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在说明天 是 我都很想到 你 我都不想到 你 也不想到 我都不想到 你 给你 我都不想到 我都不想到 你 我都不想到 我都不想到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